市長 我是劉大衛 來自新竹堅持的泰雅竹 泰雅竹名叫做 courses 目前是拿鞘共同的創辦人 拿鞘它致力於檳榔葉材的自己開發跟使用 我們希望拾起土地的一片葉子 在未來的市場上面 它可以置地有生 我是竹君 是竹子品牌的主理人 想要让竹编工艺 走入大家的日常生活 小岛寂寝相分系列 是以嗅觉的方式 进入大家的生活 除了过去传统 对大家对竹编的印象 是留在农产品 那我觉得工艺 还有另外一个价值就是 当代人对于物件的想象 想要成立拿竅的品牌 我觉得有几个元素 第一个我会觉得说 随着年纪越来越大 然后你的勇气 做拿竅这个品牌 它成不成功 我觉得倒是觉得启次 那我先去对得起 我自己的人生目标 可以完成 那就很棒了 那当然是因为 之前工作的经验 我接触很多部落的材质 所以我就特别去挑选 冰榔叶翘 因为这个叶翘 它其实有两成意义 那对一般民众 它是不好的 那对部落文化来讲 它是多元的 所以我希望说 创立拿翘 然后使用这个自然素材 把它转做 日常用的这个商品也好 或者是灯具也好 那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产品 这样的一个作品 去传递 我想要说的这样的一个故事 其实像部落有很多自然素材 可以被使用 像是我们常见的月桃 然后还有最近比较常使用的构树 冰榔叶翘 然后柱麻等等 每一种纤维它都有不同的特性 那冰榔叶翘短又粗又硬 它就没有延展性 那构树它的这个好处就是 它的纤维敲打之后 它可以被延展 当时我并没有选择太多的植物纤维 去做尝试 我就是先选择了竹子 我就与其说我选择了竹子 不如竹子选择了我 并且接纳了我 我因为做了竹子之后 我才开启对植物纤维的认识 当公益与当代的生活连结在一起之后 我觉得就是一种 人与自然的一种结合 觉得也可以表现出 当代公益的一个概念 那大卫觉得呢 槟榔叶翘它底细是在台湾 它其实不是这么好 我们泰国就比较少用 槟榔叶翘这个区块 可是像花莲跟台东 就蛮常在做实用的 那我也希望说 透过材质的运用 然后去把这个背后的一个故事 去传递给消费者 这个是我想要去传递给 这个一般民众 或是来参展的人 他可以透过槟榔叶 去看到不一样的面貌 这个面貌包含了 社会的面貌 文化的面貌 还有环境的面貌 我是拿翘 我是竹子 欢迎大家来看展